这小伙是强迫症的天花板 走路绝对不能踩接缝 每天被一个翻步包 专门对付走不过去的地方 要说是挺好 就是有点废包 不仅如此 他还是个对称强迫症 推眼镜要双手 看手表两边必须都得有 总而言之 哪哪都得绝对对称 就连名字都改成了WOW 只是好奇这偏分的头发 为啥没整成中分 但这还算不上奇葩 第二个出场的大叔 深患骂人强迫症 他不但随时随地说脏话数中止 而且越紧张骂得越难听 为了避免尴尬 他特意找了一个不用抛头露面 在家饲养鹦鹉的工作 但他卖出去的鹦鹉 过不了几天都会被退回来 因为他训练出来的鹦鹉只会骂人 买家根本骂不过这些鹦鹉 相比于前面这两位 三号大婶的健忘强迫症 就比较常见了 只要一出门 总觉得忘了点啥 明明拿了钥匙 还是忍不住一遍遍检查 一会儿灯没关 一会儿罐头盖没盒 一会儿洗发水盖没盖 一会儿窗户没关 一会儿蜡烛忘记吹 就这样 一整天不是在出门 就是在回家检查的路上 而和他们一样有强迫症的 这屋里面还有好几个 四号大漂亮是个洁癖强迫症 他不禁走哪擦哪 每天还要洗上千次手 包里随身携带洗漱用品 要是不小心在外面碰到了脸 那就必须马上清洗 碰到哪里洗哪里 绝不含糊 经过精密计算 骂人大叔 一天要咒骂1368次 一年骂499320次 而大漂亮如果洗一次手 需要600毫升水 一年下来就要用掉219吨水 而这些数据都是五号柱子算出来的 他患有计算强迫症 只要看到数字 他就会不自主地去计算 速度还他喵的贼拉快 只要眼珠子一打转 瞬间算出精准答案 六号是患重复强迫症的小美 他会不由自主地重复自己说的话 几人之所以聚在一起 是因为他们约了同一个名医 但由于美女助理工作失误 给他们排在了同一个时间 更糟糕的是 名医的航班还晚点了 听到这个噩耗 他们的强迫症更严重了 这个小屋里关了六个强迫症患者 他们分别是 对称强迫症大壮 骂人强迫症标书 健忘强迫症李沈 洁皮强迫症大漂亮 计算强迫症柱子 和重复强迫症小美 由于医生航班延误 护士小姐提议大家先交流一下 结果场面一度失控 大壮赶紧叫住了暂停 并耐心地给大家讲起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她不仅走路不能踩接缝 就连和女孩约会 也会控制不住的 把女孩的用品摆得整整齐齐 以至于这都二十出头了 还没有找到女朋友 李沈除了健忘以外 还是个虔诚的信徒 有事没事 都要画个十字架祷告几下 每天出门必须摸一下神像 看这手镜儿也是了得 而大漂亮是一位生物学家 由于长期使用显微镜 每天看到的不是病毒就是细菌 渐渐地让她养成了洁癖 每天除了工作就是各种擦洗 搞得保洁阿姨都忐忑不安 而柱子除了不停地计算 还是个囤积狂 只要和数字有关的 彤彤捡回来塞到院子里 为此妻子已经提出了离婚 让她在垃圾和她之间二选一 相比于他们小美就好多了 因为她是一个健身教练 每天重复着同样的口号 完美地掩盖了重复的病症 只是学员要付出双倍的努力 要么练成 要么练肺 听完大家的悲惨遭遇 大壮说自己以前接触过一种疗法 就是让自己两分钟内不犯病 建议大家试一下 第一个接受治疗的是标书 结果还没到30秒 第二位是李沈 他们让李沈两分钟内 不画十字架不找钥匙 还给她加大了难度 轮流问她要是带没带 门锁没锁好 窗户关了吗 蜡烛熄灭了吗 真是杀人诛心 差点没把李沈抽抽过去 好在最后找到了 保住了李沈的老命 这是800人坐过的马桶 只要大漂亮摸一下 没准能治好多年的洁癖强迫症 可扭捏半天她还是下不去手 关键时刻柱子挺身而出 直接把她的双手摁在洗手台上 一顿胡乱摩擦 潮湿粘稠的触感 让大漂亮直接崩溃 然后赶紧跑去清洗 紧接着是小美 下一个是对称强迫症大壮 她的挑战是踩地板接缝 但她的脚像是有特异功能 总能在落地的瞬间调转方向 即便是被人硬推出去 她也能完美避开 没办法那只能蒙住眼睛了 别说踩上还真没事 可摘下眼罩的一瞬间 又失败了 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大壮身上 大家排着队轮流给她出题 但不管数字多复杂 她总是能秒答 正当大家觉得又失败时 标书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在刚过的一小时里 自己说了多少次脏话 李沈画了多少次十字架 刘海妹重复多少句话 这给柱子整猛了 因为她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 标书还发现 当大家抢救昏迷的李沈时 大壮去接水 踩到了接缝也没反应 大漂亮触摸李沈后 也没有立马去洗手 小美给柱子出题时 也没有重复 原来 当她们遇到紧急情况时 或者专注一件事时 就会忘记自己的强迫症 这就是治疗的突破口 既然是这样 那要医生也没啥用了 大家愉快地建了个微信群 相约以后每个月集体治疗一次 然后还不忘拍照留念 送走所有人 标书又悄悄返回了诊所 原来她就是那个航班延误的名医 同时也是一个真正的强迫症患者 今天的诊治是她故意安排的 希望在治愈别人的同时也治愈自己 影片结束 嗯